走进2020台湾设计展的T1场馆 映入眼帘的就是光城门 大型LED灯板投射出城市终端机字样 还有新竹市地标东门城 沿着硬的入口走进 是一日生活扫描机 还有电波隧道来到镜头的数位传送门 仿佛置身科幻电影的场景 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一次 其实就是想要透过实体的人 然后去解构成淋雨1的一个位元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透过投影和互动装置的手法 以及错试的部分 然后让人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你会以为你好像直接晋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近来大家讨论的新竹兽脚位在体育馆 手就在东门派出所 背棋在新竹转运站 而脑就在主场馆内 策展单位借由互动科技 让新竹兽跟民众互动 那在我们城市中端机里面 其实我们有一个城市的母体 它是新竹兽的心脏 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心脏 那透过我们在观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搜集非常多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其实都会帮助 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做的各种的决定 那你做完决定之后 回答完我们的问题 你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当作是一个能量的盒子 然后我们会喂食给新竹兽的心脏 它搜集之后会再去重新的去解码 去分析这些数据 那这些新竹兽心脏它之后会 到我们城市的各个地方 然后会长成不同的样子 比如说我们会长成在东门圆环上面 我们有非常大的手 在我们的体育馆外面 会有非常大的兽脚 甚至是在不同的地方 护城河也都会有非常多 新竹兽的踪击 那其实就是代表 我们对于这个城市不同的一个想象 中端机是一项输入跟输出的装置 测诊单位将主题馆打造成进入数位世界的大门 就如同大家时常听到的大数据 透过大数据的收集跟整理作为决策 让大家藉由有趣的方式 了解城市发展的脉络 开阜新竹外事联采访报道